台灣的防疫網被攻破了 雖然大家其實都有心裡有數 以兩岸來往如此的頻繁 總有一天H7N9會登案 但是真的沒有料到 這一天來得這麼的快 但是大家也別恐慌 我們趕緊來確認 各項該做的措施 是不是都完備了呢 從政府 衛生單位 學校 企業到個人 我們該怎麼辦 今天我們編一台時間 邀請聯合報醫藥組組長張耀茂 來告訴我們 耀茂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真的很可惜 台灣竟然成為大陸境外 全球第一例有確診 H7N9情流感的地方 是不是我們真的就是沒有辦法避免 而且最重要就是 會不會我們的防疫網被攻破了之後 接下來就會從一例 然後兩例三例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們都很擔心 我覺得這不能講說 防疫網就真的被攻破 像王健民在投棒球一樣 他沒球打 不是沒球不讓人家打到 而是打出去以後滾地球接殺封殺把他封殺掉 這個防疫網就會守住 對 所以我們沒辦法去 三次我來我就提到我們台灣一定會出現病例 一定會的 大家都說早晚 對 因為大陸這種偏地開花的情形 海峽兩岸交流這麼熱絡的話一定會有 只是說我們剛剛也在看到這個新聞稿之後很壓抑說 為什麼香港沒有 台灣先有了 對啊 為什麼香港沒有 對啊 這也蠻有趣的 為什麼香港在這部分沒有先看到他確診病例 然後台灣先先報這個出來 我在想說是不是有些輕症病例我們並沒有抓到 然後這個看起來是很嚴重的病例 它看起來是嚴重 但是它穩定下來的 所以它一抓到就穩定 那我們看它在確診過程之中 它做了兩次的篩檢 都沒有抓到 也許 都陰性 對 也許別的國家這樣就不篩了 那我們一定把它篩到出來 所以台灣在這防疫部分一直抓 就是說要阻絕於境外 你如果有懷疑的病例一定要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又要再開始去找它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可疑的病例 對 那陸續 我想陸續還是會出來 我們剛才知道的消息就是疾管局所公布 這一位病患他曾經接觸過 回來台灣以後接觸過包括醫護人員 當然還有他的家屬周邊的人在內 已經有139人 雖然現在一個一個找出來要追蹤他們 這139個人怎麼處理 要怎麼樣來追蹤 我們大部分追蹤這個是居家 先要求居家自主管理 自主管 然後也會去留意他 這主要就是說他在家裡要我們有一些自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項 然後教導他說 比如說出門的時候要戴口罩 然後在家裡要五到七天 那每天早晚量體溫 然後要常洗手等等 就要求現在不像SARS那個年代 SARS年代 我們有一度是強制居家隔離 那時候還要送便當什麼那個年代 那這一次還是居家自主管理的部分 所以他接觸的部分 我們就要求說你要做到ABCDE 然後做到把它穩定下來 不過有些高風險危險群 可能說醫護人員什麼那些 就會特別的留意他 希望能夠這樣子 能夠把它擋下來 不過這個檔有一點麻煩的地方 他其實不是在機場被攔下來的 我們天董地王就是說 第一道防線沒有攔 高飛球過去了 游擊手沒接到該怎麼辦 所以可見他回來說可能潛伏期 也許他那時候還沒有開始發燒各項症狀 他沒有發燒 所以今天我們的專家也在提到警告這一點說 他的潛伏期可能很長 長到七天 那長到七天 這七天他都 如果這七天都有傳染力的話 那就麻煩了 不過還沒有證據去看到說 有人傳染的那個跡象出來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對H7N9的認識 或者是了解 可能得到的數據跟資料還不夠多 可能是這樣子